看一看啊那些上了年岁的那些车二手能值多少钱 今天的朋友把十英文这个车给收回来了 09年是上牌的雷克萨斯的ES350豪华版 这一个车呢我感觉啊还是非常的好的 包括有很多朋友呢也都问我说 说买这么一个车呢肯定啊将来保质率啊 包括它整个质量可靠性呢都是很不错的 那咱们今天呢就来看一看这个车 现在还能值个什么样一个价格吧 老计划感觉它有值还是不值呢 朋友们咱们组论来看一看吧 来吧朋友们 大家以前这个车呢就是今天呢我们来看的雷克萨斯的ES350了 这个车的话呢它配置啊是属于2006款当中的350H 豪华版哈制造价呢是57万 大家呢可能会说了哈 09年上牌为何会是个06款呢 其实呢09年到啊06年这三年之间呢 雷克萨斯这个ES它没有经过一个改款 都是这么一个外观 这个车主呢也把它前杠呢进行一个变化哈 跟日文呢还是非常好看的 而这辆车呢当年落地呢也是啊超过60万了 这个价格呢也是特别的高的 现在呢咱们用期末仪来测下这个车一个数值啊 我个人感觉那种十多年的一个车型呢 只要没有大的一个板筋呢就已经很不错啊 不过车主说这个车呢是非常的爱惜的 我们呢拿期末仪放一个前击盖啊 前击盖呢能看到的是原车漆啊 像这种车型的话呢普遍数值呢就在个100多到200啊 因为雷克萨斯作为豪华品牌啊 它肯定数值呢会相对于风险来说会多一些啊 左下车板左后门啊都是原车漆啊 唯独这个后背箱呢是有些喷漆啊 右前一次板呢是原车漆 右前门呢是原车漆 右后门呢也是原车漆啊 整个车全部侧下来的话呢 它总共是有两束喷漆啊 就是在于它的一个右后一次板啊 包括它的一个后背箱盖了 其余呢都是非常好的 这个车的话呢我个人感觉还不错 咱们接下来呢看一看 这个雷克萨斯的内饰是什么样子 内饰的话呢我们能看到 整个一个中共台呢 其实已经是有一项过失了 不过这个车型的话 我个人感觉哈 这个坐不准坐下 真的是特别的舒服啊 包括放盘的也是个 周功能式的哈 这台也没马手的 没马手处呢 全部都是皮着一个包裹 我们右手帽上去呢 都是软一个材质 功底硕能量是跑的并不多 到目前为止呢就跑了11万公里哈 个人感觉今年跑了不到 一万公里也是非常好的 然后这里才天窗呢 天窗是一个小天窗 当时呢兴呢都是小天窗 没有大天窗 我们的一个设计啊 外加上啊 座椅机翼功能 这辆车都有轴距的2米8多 第二排空间呢 看上去并不大 但实际坐下来呢 那空间感呢还是很好的 这么一个车的话呢 3.5自吸一个发动机 也就是一个17R的一个发动机 最大马力的是277平 感觉呢还是挺好的哈 整个一个车上去 看上去挺有面子的 开上这么一个车呢 也是成功人士了 那最后看一个价格了 大家感觉能值多少钱呢 马上为大家来揭晓 朋友们 现在这个车呢 现在报价呢是12万多哈 个人感觉呢还是可以的 当然这些落地呢 可是很贵了哈 还是马克莱维森 这么一个音响 这个音响呢 居然就值5万块钱 大家感觉这个车型怎么样子呢 花上一个12万多 买上一个雷克萨斯 直播成的朋友们 这期视频呢 大家有喜欢的 也可以在评讯里面 给我多多留言哈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车还是很不错的哈 各方面呢 也都是算是 投加位置里面 非常棒的 尤其一个坐椅舒适性 很好的这个车 喜欢这期视频